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有社會裏面都是 所有不同的 特別是多元社會 不同的思想都興奉的校園 所以校園是兵家必爭之地 以前南韓說過 這些學校的課室的哲學 在下一代就會成為政府的哲學 我們看到其實同志教育在西方推行得很成功 很多小朋友從小就學到 當然有好的面子就說我們比較寬容些 我們明白到其實人成長都不是只有二十年 只有一樣的 真的有不同的 對其他的可能性我們比較寬容些 不要歧視 不要欺凌 不要嘲笑 說我和志生一樣的理法 這些我完全是贊成的 這個不關道德問題的事 其實我們道德本身就是對任何人大 算是立場對也好 錯也好 我們贊成也好 不贊成也好 我都不應該欺凌他 不應該嘲笑他 不應該憎恨他 這些其實很基本都是道德的一個要求 都是我們要求信仰的一個要求 另一個同胸在學校的策略 就是在外國成立一些就叫GSA GSA的英文就是Gay and Strict Alliance 或者Gay and Strict Alliance 你看到右邊那個符號 同性又好 異性都好 都可以參加的 等於大家一家親聯盟 這裡就是推廣和性情的認識 文化 活動等等 美國已經超過有一千個 這些類GSA的組織 可能將來我們有這個 南球學會 將來會有一個叫同志學社 是不中學 我相信香港遲早都會出現的這些東西 另外我們看到很多時候 你自然有這些活動的時候 就會有講座 你學了同志教育的時候 就會去私訓班 我們發覺其中一個 其實我們要明白同志教育 因為會講到很多時候 它會用一個切入點 就是我們不應該欺凌 其事和性情的學生 應該給他們一個健康 多元尊重的環境成長 這個要求是否正確呢 絕對是正確的 我自己只是覺得 這個要求對所有人都正確 有沒有人是肥、瘦、 喜歡打球、不喜歡打球 你男生喜歡瘦花 還是喜歡玩跑車 都應該是有一個可以接受的環境成長 我覺得這個是完全沒有問題 這個要求完全沒有問題 如果在我們現在的教育裡 可能我們暫時對同性戀的課題 太過敏感 一定要同性戀 例如要喊打喊殺 又立刻要逼他去輔導 可能過分敏感 也可能對他產生壓力 那這些方面 我覺得香港的教育 還有很多可以去反省的地方 但是同運 是一個可以說 要改變社會 改變文化 改變社會的標準的一個運動 那很必然 多元社會 有人有權利去推行同運 我從來都不會說 不讓他們做這些事 因為我沒有這樣的資格 去講這些說話 他有他的資格 人權 提倡他的觀念 但是我想另一方面 就是你不同意的人 也有那個權利 去提倡不同的觀念 還有一個社會怎麼變呢 我都會贊成民主社會 一個比較和平理性 公民對話 和民主方式 慢慢在政策上 各方面社會的民法 慢慢演變 演變成怎樣都好 我們最好就不要互相打架 暴力 我想我們這件事 是更加的 是不合乎神的心意 所以面對香港的同志教育 我們不要推動的人 擾摩化 推動的人 可能真的很愛心 其實上面 一般學校老師 教育學校 他們怎麼處理同志教育 學生的問題 是有很多決失 不足的地方 最好 所以沒有故意傷害他們 是有不足的地方 在這方面 我們還可以繼續學習和改進 但是我想指出 提倡不及其次同志學生 提倡不去欺凌同志學生 本土一定要宣揚 整套的同運氣之形 不等於說 同性之形 一定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 我們會有很多 教育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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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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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